嗨小狼迷们 2月24号晚的天天云时间 你有看吗 我们呆萌的张雨剑小朋友 永远无表情的出现了 不过IDOL就门在外 总会遇到一些 看起来似乎不太那么情愿的挑战的嘛 这不张雨剑就被大家催促着 开启了被迫营业模式 雨剑现在单独你那个 看他们跳舞很激动的表情 我们亲一去 对对对 假装假装好吧 因为我们现在跳一杯 走 屁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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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屁咪屁 哇 跳得好好 哇 天哪 哇 下个舞 天哪 剑宝贝的节目 剑宝贝的节目 把这个碗砸了 哇 这个碗值100万 同样被迫营业的IDOL还有很多 例如被迫说土味情话的 朱一龙先生 以及周正南先生 这是手心 这是笔心 你是我的小甜心 咚咚咚 请问有人在找工作吗 我我我我我 哈哈 我在张欣喜欢 其实在采访中也是很大概率 会出现被迫营业的情况的 特别是当一向外表高冷的IDOL 遇到热情高要求的记者 来 看看我们一搏弟弟 千禧弟弟的表现吧 动作戏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咱们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啊 很过瘾 超级过瘾 我超爱动作戏 超爱打戏 超爱掉尾牙 耶 当杨千禧见到小北的时候 很礼貌性的你好 当小北见到老年到自己的时候 很礼貌性的你好 假设此时此刻是小北来到现场 为我们要求对着尽头打个招呼的信号 非常礼貌性的你好 生活不易 挨走叹气 还有一种被迫营业的情况 是依然需要入住某些新平台的时候 那李线这小哪吒头 估计也是豁出去了吧 还有一波弟弟张雨剑小朋友 又一次光荣被提名 大家好 我是张雨剑 嗯 2000 years later 就到这吧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李线 很开心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首先 今天为什么要直播呢 是因为 没得发了 没有舞蹈发了 所以说就直播吧 先聊个一个小时的 嗯 然后今天小年夜 祝大家小年夜快乐 然后狗年旺旺旺 在中餐厅三中 王俊凯小可爱也曾被迫营业过 看看我们小凯假装发怒的样子 也是超好笑啦 我不要穿这个 不行 过来 我不要穿这个 看来 他穿我就穿 他穿我就穿 爬 过来 自己来了 你的爱豆有被迫营业过吗